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小夢老師 今天我們要講到的是運算子第二個部分 在運算子第二個部分 我們會講到這個指定運算子和三元運算子 指定運算子首先要介紹的是等號 我們在上一個章節時有講到 等號它就是一個設定運算子 也就是說它會把右邊的值設定給左邊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加等於、減等於、乘等於、除等於、渠數等於、和and等於 那這些呢,加等於、減等於、乘等於、除等於、渠數等於 它們都會進行什麼?運算完了之後 然後呢,再把這個值呢,就是設定給左邊 好,那我們其實可以就是看到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講 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這裡呢,宣告了一個這個int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在這裡呢,去把它進行一個這個加等於的動作 所以呢,我在這個地方呢,就是i 好,然後加等於 i,加等於10 ok 好,那在這邊呢,我們最後呢,會把它呢,印出什麼? 印出i的這個值 好,我們可以印出這個i的值 好,那當然,就是說呢,我們也可以呢 就是在還沒有這個做加等於的時候呢 可以先在這裡,先印出一個什麼i的值 好,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等一下呢,我們再一起進行Compiler 那這裡呢,我們先來介紹一個這個三元運算值 三元運算值呢,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一個if-else的簡潔板 也就是說呢,我會在這個地方去做運算 好,那當它運算的結果呢,是trueValue的時候 就會把trueValue的值傳給這個變數 那如果它運算出來的結果呢,是false的時候 就會把falseValue的值傳給這個變數 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講就是呢 它是一個什麼,這個if-else的這個簡潔板 那我們可以來看到 就是在這裡呢,我們宣告了一個abz 好,a等於多少,b等於多少 好,然後z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判斷 如果,我們用if-else去撰寫的時候呢 就會,如果,a大於b的時候 我們就把a值給z 那當然,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把b值給z 好,那當然就是,如果說我們現在用什麼 三元運算值的撰寫方式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這邊就是運算式 好,那如果說是成立的話 它就會把a值給z 那如果說不成立的話,它就會把b值給z 好,那ok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對它進行什麼 一樣,我們來把它進行can pilot 好,ok 那這個地方呢 好,這邊呢 它是在這個i的部分是有問題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把它調整過了 就是在這裡呢 i乘的引物 好,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會在上面呢 就先把i的值給印出來 好,那底下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三元運算值的一個這個運算 好,接著呢 我們就會把它呢 存檔之後呢 去進行compiler 好,compiler之後呢 一樣,我們就會把它呢 就是 wantan出來 wantan出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就是i乘等於5 它就是50 那i等於什麼? 50 好,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呢 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i的值 好,我們把這個地方呢 把它移動 先放在上面這個地方 同樣的部分 我們再把它重新編譯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 首先呢 它會先印出來 i的值是什麼? 10 好,那接著呢 我們又把它進行了 乘等的動作 好,那乘等於的動作呢 其實基本上來講呢 我們把它用這個 我們以往學這個 加減乘除的一個運算的想法去來看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i等於什麼? i乘以5 好,所以其實基本上來講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就是i等於i乘以5的什麼? 結果 好,這個地方它其實就是i等於i乘以5的結果 好,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呢 它計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50 好,那最後呢 其實可以看到在這邊呢 它會印出來 z是什麼? 5 z的值是5 好,這個呢 就是呢 我們看到的就是有關運算值 就是兩個運算值的部分 一個是指定 一個是什麼? 三元運算值